精力汤跟它差别在哪里 以往我们的精力汤可能会是包办五花八门 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 所以它不见得搭起来会是绿色的 以基金会来说可能更常用的会是 打出来会是一杯紫红色的 叫做花样饱和的这个精力汤 那里面会放上甜菜根啦 红萝卜啦 或者是大番茄 然后连皮带紫的葡萄啦 然后苹果凤梨 那会你会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哇一杯里面包办了我们平常很少吃到的颜色 那两者呢 除了在外观颜色上有这样子的不同之外 那里面的组成呢 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绿拿铁真的很好喝 可是呢 它好喝的原因是在于它是水果多过于蔬菜 所以以蔬菜跟水果两个的比例来看的时候 蔬菜是1水果就会是2 那如果是精力汤的部分呢 基金会会比较建议的是以1比1这样的方式来去搅打 为什么因为呢 用1比1的这个比例呢 其实在蔬菜的这个比例上会比较高一点 那这样子对于你摄取的纤维当然也会比较多 那对于一些血糖需要控制需要留意的病人来讲呢 也能够留意说 因为这个水果的部分有限量供应 再加上蔬菜的比例有拉高了 那这样子在血糖的波动上面就不至于是太浮动的太大了 好 所以这个是两个在蔬菜水果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组成比例上的差别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这两个呢 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 我们可以用族群来去看好了 如果说我们是更注重养生族群的人呢 你的正餐其实都已经会吃到很多的绿叶蔬菜的时候 那我们只是欠缺颜色上的多样性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精力糖 好所以像是矮友的部分 我们要吃到很多元的植化薯就可以选择精力糖 打出来可能是一杯漂亮的紫红色 那如果是我是一般的上班族 学生族或者是外食族 就已经很少吃到一些蔬菜水果了 那对于选择像绿拿铁这样子入口性是更好的 那也能够帮你补充到一些蔬菜水果的部分了